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我们就在一个充满graffiti的艺术街头 拍了很多照片 卡都打了不少次 是时候吃点东西补充体力 来到这一头 我知道有一间小店 一直都很想推荐给大家 因为它有很多特色的美食 所以现在我们事不宜迟去吃完 之后我们继续出发 另一家食店虽然其貌不扬 但它的鸡汤奶近年真是引起急升 佳因它的奶粉是用新的米一起做 非常有口感和很特别 另外 汤底是用去油的清鸡汤 再加上出味的红组 姜 杞子等等的各种调味料 我忍不住要立即做一碗 转发眼睛 我又来到另一间店 这间店的风格和刚刚那间完全不同 这里就是主打他们的鸡汤奶粉 所以今天就叫了一个海心鸡汤奶 補一補 绝对是同手无稀 因为看到它真的很足料 整碗都是 有鸡有海心 它的鸡汤绝对要重点推介 但是说明它这里出名是它的鸡汤奶 它的鸡汤是另外自己熬制的 就撇了油 再加上红组和姜一起爆炒 所以令到香味会更加突出 所以你看到它每一口汤都没有什么油 很清澈 非常正 试一试它的汤 它的汤真的很甜 而且红组味是特别出的 我自己很喜欢吃一些红组或者鸡汤 滋补的东西 感觉喝完之后会特别养生 它的奶粉也是值得一提的 它是自己手打的 连奶粉都自己手打 你想想它多用心 试一试它这个奶粉 它的奶粉很特别的口感 吃下去是特别均硬的 跟我们平时吃的奶粉不同 可能我们外面吃的奶粉会比较爽身 它有点像日本乌冬的感觉 但它又不至于太过硬硬 因为基本上你轻轻咬都会断开 那种感觉配搭在一起有多特别 怪不得它能够成为这里的招牌 讲到招牌 其实这里还有很多出品 不如我们现在试它 除了鸡汤奶之外 这里有款红酒烧鸡都很特别 你可能会问 这里都有西餐吃的吗? 其实老板很有创意 他用光波炉改装成一个摇炉 上面还可以插一支红酒 红酒就会逐滴逐滴滴到鸡 光波烤炉就会恒温焗熟 一只鸡 焗完之后 鸡外皮脆脆的 又有少少红酒的香味和微酸 味道真的很特别 另一样想提的就是大炮鸡 怎大炮法 它就是将鸡和酱汁 放在一个器皿里加压 压力到了定点的时候 就会爆开 砰一声 醃料就即时进入鸡里面 非常之有创意 之后再用鸡汤煮一煮 煮熟了就能吃 是不是很有创意 很新奇呢? 哎,还是不要吃那么饱 还有其他好食物在后面等我 跟着陶鸦走走走 就来到附近的另一个景点 沙尼头图书馆 这里也是近年澳门旧建筑翻身的成果 外面有老澳门的葡式建筑外形 内里是一个拥有超过15000本书的现代图书馆 相当之厉害 不过图书馆就不可以吃东西 不如我们吃饱再去看书 同样不用五分钟的路程 亦有间饿苦藏龙的茶器 它这里样样新奇,出名创新 不如我们又坐下试它吧 这间店铺無论是饭,面,包,还是小食 都是非常推荐给大家 平时我来到的 多數都會點牠的麥魚餅 因為牠的麥魚餅真的很棒 所以這次亦想推介 這個辣魚麥魚餅菠蘿包 你看看是不是很吸引 這個橫切面 看到已經流口水了 因為牠的麥魚餅 都是每天新鮮自己手打的 兼且牠是沒有放任何的腐朱肉 純是用這個麥魚肉去打成膠 打到它起膠 所以真材實料 現在試試味道 這個組合真的很棒 因為牠本身的麥魚餅已經很有咬口 不像那些加了肥豬肉 令肉質感好泡 吃下去有一定的咬口 而且比較紮實 加上這個辣魚也要介紹一下 因為牠的辣魚也是用咖喱推出 所以吃下去的味道特別香 加起來整件事豐富了很多 而且我推薦大家加菠蘿包 即不是普通的豬仔包 用菠蘿包去夾 為什麼呢 鹹甜鹹甜的味道 令牠裡面的鮮味更加豐富更加突出 正啊 剛剛都說過了 牠這裡不只是包類小食等等 其實牠的飯和麵都很出色 可以介紹一下 一個比較特別的飯 就是這個 看到牠整碟是青一點 很健康的感覺 這個就是翡翠牛肉飯 叫得做翡翠 一看牠就已經是名副其實了 真的是翡翠綠色 它的做法是用菠菜打成汁 之後拿去炒飯 所以你看到牠每一粒飯都是翡翠均勻 上面再加上芫荽 一些蛋和牛肉粒一起去炒 充滿綠色健康力量的一個飯 它炒得很乾身 不怕很油膩的感覺 而且吃下去 整件事的感覺就不會很熱 不知道是不是牠加了菠菜汁 令牠可能吃下去會順滑一些 加了一些牛肉 咒頭特別是有的 所以吃下去那個感覺 我覺得是不錯的 雖然牠說是用了菠菜汁去炒 加了一些芫荽 但是令牠的東西不會太抗拒 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歡吃 可能怕牠的臭青味很重 但其實絕對不會 因為牠的飯是炒得很香 吃完這個炒飯之後 可能有些朋友怕熱氣 不吃炒飯 或者怎樣 其他特色的飯都是很值得推介的 就好像這個斑蘭雞腿飯一樣 看到這個超級吸引的金黃色的醬汁 這個醬汁老闆說用一個泰式咖喱 加上斑蘭鹽一起去炒 所以會偏向一些東南風味的咖喱 所以吃下去的香料應該會比較出一點 試一試 吃下去咖喱的味道蠻特別的 因為加了斑蘭鹽 所以會比一般吃東南亞的咖喱豐富一點 甜味比較出一點 而且裡面的香味配合出來 會更加吸引 忍不住再吃一口 好吃 還有咖喱的咖喱有一點辣辣的味道 很適合我喜歡吃辣的人 它辣得來不是死辣那種 是有一種香甜的味道 這口真的好棒 吃到差不多 不如我們再發掘一下 這一頭有甚麼好吃好玩的地方 如果這樣都未吃夠皮的話 我們可以沿著桃鴉 走來另一邊的飲食重鎮 下環街 這一頭這麼近街市 近貨源自然有好多好東西吃 好像這家食店一樣 他們走舊式茶居風格 由茶杯茶中到焗茶都全套有齊 配合環境 好像回到以前媽媽的年代 除了環境之外 它的食物都非常復古 好像這個母子豬潤燒賣 如果不喜歡吃豬潤 又有三星燒賣 叫上這個鳳凰煎糯米雞 全部都是小時候最流行的點心 除了點心之外 這裡的小菜都同樣出色 我就叫了一個古法蒸鯉魚腩 這個菜是由冬菇絲、叉燒絲、紅棗絲等等 一起去蒸到鯉魚腩入味 有魚鮮味之外也有肉香 同時又有些紅棗的回甘 這個就是古法蒸魚的獨特之處 另一個我叫的小菜 就是這個XO醬賴尿蝦炒韭菜花 只見它賴尿蝦都起了肉 就已經知道它成衣十足了 另一間在附近的餐廳 一樣都是餓虎撞龍 因為近街市 這裡就專注海鮮的小炒 已經在街坊之間非常出名 好像椒鹽絲頭魚一樣 貨源不多 都是有貨源才這樣做 另外有一個胡椒湯浸黃金甲 用椒鮮蜆來做 試過沒有? 每隻蜆都是又肥又鮮甜 簡簡單單配個胡椒湯 釣出它的鮮味就已經非常足夠 當然它還有不少海鮮菜式 就要等你們來試它吧 今天由街頭吃到街尾 我真的非常飽 其實由內港碼頭 沙梨頭到下環街 除了感受到澳門的古早味之外 也因為這一帶不停地翻身 注入了很多新的活力 所以亦都不失為一個放假輕鬆的好去處 你們說是不是? 現在只要按入TDM網頁 錄到最底 按入澳門美食 就立刻可以看各集餐廳和地址資料 這樣賺食就更加容易了 另外在TDM移動裝置應用程式 一樣可以重溫各集內容的 假如大家有甚麼好吃的東西想推介給我們 儘管發個mail來報料吧 今天是為了